每日灵修清静主活在基督里 主后2019年11月12日 主耶稣啊 我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你 我要存谦卑顺服的心 可慕的心与你相交 感谢主是给我生命气息 感谢主每天扶持我 引导我走异路 我赞美你是慈爱的主 信实的主 圣洁公义的主 大而可畏的主 我要敬畏你 听从你 遵你的名为圣 我把我的重担忧虑 谢给主 求主断开一切仇敌 及环境的压制 求主除掉我里面肉体 老我情欲的压制 赦免我被盗的罪 求主耶稣 用今天圣经的话 光照我 赐给我基督 内住的生命 赐给我永生的生命 我要存爱主的心 来跟随主 靠耶稣的名 阿们 诗篇 诗篇 第118篇 8-9节 投靠耶和华 强势 依赖人 投靠耶和华 强势 依赖王子 主耶稣 我要投靠你 遵你的道而行 主啊 帮助我 不是去依赖人 而是去爱人如己 靠耶稣 靠耶稣的名 阿们 救主耶稣 在释迦舍里 流出宝血 将我追悉君 若不留心 罪再还如期 荣耀归主义 真言 第28章 第25节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心中贪婪的 挑起争端 倚靠耶和华的 必得风欲 主耶稣 我感谢你的真理 我的心要向你的真理敞开 我的心要远离 对于名利 对于地位的贪婪 主啊 我所求的 就是紧紧的 倚靠你 使你的话 在我的里面 成了我的丰富 靠耶稣的 靠耶稣的名 Amen 荣耀归主 祝你 荣耀归主 你 救主保谢 将我追悉 荣耀归主 路加福音 第九章 四十六 到五十节 门徒中间起了争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 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 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为大 约翰说 夫子 我们看见 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 他不与我们 一同跟从你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 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主耶稣 我的心 要安静下来 我在争论自己为大 主啊 你才是主 我要在你面前 安静下来 听从你 靠耶稣的名 Amen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是家在前头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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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不回头